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一期视频是我们的阅读复盘 你现在看到的三张图片最左边的是我在一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21年的4月30号发的一条朋友圈 是我递交了辞职申请 并且说到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 这句话呢也是从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一个名人那里听到的 然后很鼓舞自己 中间的这张图是我从21年的5月1号开始算起 那到了今天已经是辞职第364天 最右边的第三张是我今天发的朋友圈 我找到了一年前我发的朋友圈 并且告诉大家,特别是想向前通事宣扬 告诉大家,辞职这一周年 这一年我每天都在为自己而活 生命没有被浪费,圈子很舒服 评论里我补充到 我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没有鸡毛蒜皮 没有傻逼人和傻逼事 阅读总结我是从21年的9月份开始 到现在是第八期阅读总结 上个月的总结我也说是第八次 然后后面发现说错了 那今天是我辞职的一周年 所以我打算跟大家说说一年前的我 那我就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 只要是形容普通人的一些词语或者是行为 都可以用来形容我 我在想如果我不经历一些事情 不接触到一些新事物 我就永远在之前的圈绕不出来 因为生活里没有任何变量 你不能重复做一件事 然后期待不一样的结果 并且对当时的现状感到不满 但那现状是由我自己亲手造成 关于辞职的想法 几乎我刚工作没开始 我就一直都存在着 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 那现在我回头看来 我是经历了哪些才给我勇气的呢 我尝试着翻一年之前的相册 试图在里面寻找答案 在说接触新事物之前 我想说一下我之前一直都有的习惯 第一个就是我一直都有理财的习惯 从大四开始受同学影响 我开始接触股票 虽然那个时候就是瞎买乱买 然后亏钱 专挑那种几块钱便宜的股票来买 那后面工作之后 我一直也不忘着去学习理财的知识 然后像是接触基金 那第二个习惯就是 我有付费买课的习惯 17年我毕业 然后工作没几个月 9月份的时候 当时月薪4000块钱的我 花了1000块钱去充得到 然后买他的产品 然后我就是学花几百块钱买多优度的 教AE软件的课程 就是做一些特效的软件 随后我买过股票的课程 也花过几千块钱去学CCD 做一些三维效果 虽然辞职可能只是在一周之内做的决定 但是在之前更久的时间 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怪异的行为 已经反映出我可能厌倦了上班 或者是我迟早都要辞职 第一个怪异的行为就是 在辞职的前一年 我开始不去 不愿意去理发店 然后头发留的特别长 然后开始自己剪头发 要么就是留的长 要么就是全都剃光 到现在我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理发的习惯 只不过现在给自己剪只是习惯了而已 第二个怪异的行为就是 辞职前的几个月 我开始习惯不去和同事聊天说话 中屋也不习惯去待在办公室里 以前刚工作的我是 喜欢在办公室里看视频 或者是看电脑 或者就是单纯的趴在桌子上午休 那在辞职前的几个月 一到中午我就赶紧溜了出去 然后到下午两点要上班了 我才踩着点回到办公室 那我是去干嘛了呢 我是走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吃午饭 感觉去的那些地方就是明明每天经过 却一直都没有去的地方 哪怕是吃完饭了还有时间 我也不会回办公室 我就到处走 方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路 我都去走一走 再或者就是坐在楼下的凳子上 看来来往往的人 或者是坐在树下发呆 或者就是去公园里躺在椅子上午休 当时也是发现了公园午休的人还蛮多的 种种怪异的行为都在说着我不想上班 上班之前的我是有做饭的习惯 要么就是周末做饭 要么就是平时做好午饭 然后带到办公室去吃 并且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我之前的工作虽然是做视频相关的工作 但是一直对三维的东西感兴趣 于是也试着去看一些教程 然后做一些小东西 那这些是跟着教程一起做的 遗憾的是自己除了跟着教程做 其他的东西并不会做 然后当时的偶像就是Beeple 现在去快链的人也都知道了Beeple 他就是以6900万美元价格出售了他的NFT 这幅叫做5000天的NFT 就是他的5000天每天做一张图片 一直坚持着5000天如一日的做着 当时看国内的Momento采访他们的视频 非常感染到我的一些图 像是他这里说 这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从这一天做起 记得不要企图把目标定的太高 打算坚持个十年什么的 他这里说的就是他5000天这个习惯分享出来 于是我也当时开始做了 然后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七天的目标 然后做的乱七八糟 后面我开始尝试着花钱去学一些3D的东西 报了两次Momento的风格图的课程 然后这是尝试着用节点去调一些材质 材质就是同样的三维模型 你赋予不同的材质 它会表现出比如说是木头或者是金属或者是石头 这个图片就是调成石头的样子 下面这个是调成了黑钥匙的样子 石头是黑色的 然后又有一点光泽 然后还带有一些划痕的细节 然后打成灯光 这些全都是跟着教程做的 我就是除了教程做的东西之外 其他不会做什么 下面是调的一些材质 有的是在网上找的一些参考图 看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花纹 然后编有一种金字的感觉 然后调的这样的图片 我现在看到这些图片 仍然觉得自己学的并不差 只不过只是会调材质 不过我学的本来就是材质课 在一期学习结束之后 班上会有一个优秀作品的比赛的活动 每个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优秀作品来参赛 获奖者会有对应的奖品 类似返还学费 更重要的是 还会被邀请到专属的微信群 就是圈子 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些图片是一部美剧 美国众神 然后他的片头 当时做自己的杰克作品的时候 觉得他特别酷炫 然后想拿他来做参考 这就是我当时参赛的作品 就是想有一些森林 然后神秘 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类似这些 然后并没有入围 就说明自己学的并没有结果 这是当时同期的其他同学的作品 对比下来就有明显的差距 可以看吧 当时只是要求做九张图片 但是有的同学已经把它做成了视频 可以说优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当时还有一些不甘心 于是后面又出了一模一样的课程 只不过是第二期 然后我又去花钱去学了 然后这就是我第二期的杰克作品 然后我自己感觉确实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第二期的参赛作品 也更加的优秀了 就是你进步别人也在进步 然后他们的作品是更加怪兽级别 当时看了那些作品 我觉得输得心服口服 于是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行 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想做一部类似手机广告的那种 三维效果的一段视频 但是我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了 就是说只要当时一直坚持做下去 还是可以 还是有机会成为大神的 因为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的存在了 任何事情都是无他手术 之前还是不用心 虽然确实在熬夜的去学习 去练习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盲目的去 但是我认为那是盲目的练习 并不是有效的练习 或者就是当时的心思不在那里 不过我虽然承认说 任何事情都可以坚持下去 让他做得更好 但是我有一点的想法是没有变的 就是我可以花十几年去成为一个大神 可是然后呢 然后呢 我想不到然后是什么 于是我放弃对技术痴迷的那种自嗨 这里只是说我自己 不是所有人 因为有的人对他们来说 这是艺术 然后也是热爱 我意识到我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 这是一件对自己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优势的事情 于是我选择放弃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Momento的模式 也就是我报班的那些老师的模式 他们本身就已经站在了金字塔 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过设计方面的经验 然后他们出过国 有过成功的作品 做过国外的成熟的项目 他们选择不继续上班之后呢 回国带着自己的经验 开始教学 开始创业 创办网站 直接就是牛逼级的 并且还能对接国内外的行业资源 收着门徒 已经是很成熟的一套了 反观自己 我大学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设计 实习的时候学会了PR剪辑 工作后学会了AE 然后开始学习C4D 我觉得我做这些没有任何的优势 我干嘛要去做一件 我没有任何积累 然后去跟别人竞争的事情呢 我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行业 有一个行业它至今发展到十年多 依然很新 只有它足够新 新到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 没有人提前跑 人人都有机会的地方 我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个领域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相对其他行业会好一些的一个领域 后面我开始尝试 接触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开始每天的去读书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坐公交 就读李孝来老师的书 读罗伯特清奇的书 就是父爸爸的那个作者 然后也读一些个人发展 或者是理财之外的书籍 像是西游局中局 在书中里就提到了说 唐僧取他的经 关孙悟空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很容易想到自己 自己打工是为了什么 当时读得很专注 就是只要是在公交车上 有坐就赶紧坐着读 没坐的话站着也要读 然后这个是读定手改变命运 这个是读父爸爸 这个就是西游局中局 那可以看到我当时说到 女儿国过后 孙悟空意识到取经任务 只是唐僧一个人的事 自己降遥伏魔通关文碟上 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他要如何改变尴尬的状况 然后我开始去健身房 也没有练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去花钱请教练 在2020年的10月底 我加入了李孝来老师创办的社群 开始跟他学习 这张图片就是左上角的第一张图片 加入社群之后 开始接触到一些社群的其他人 然后在2020年12月的时候 参加了当时深圳的社群的聚会 那在会上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的人 然后我也开始想着去做一些微商 投了钱去想尝试着做微商 也是交了学费 被朋友邀请去看一些创业的课程 然后读李孝来老师写的 微信互联网平民创业这本书 他说到视频号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赶紧做起来 然后当时举办了微信互联网江湖大会 都是一些视频号作者 在上面分享一些他们的拍视频的经验 当时的门票可能是一千多块钱 然后我也咬咬牙花钱来参加大会了 然后也有李孝来老师上台演讲 这些人是当时孝来老师社群里的一些同学 后面我开始尝试做一些销售 然后卖孝来老师的社群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一些区块链的知识 类似了解EOS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看马斯克的微博了 随之之后花钱加入了一个叫做价值森林的社群 然后也是跟着大家线下见面了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辞职了 还有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 见到他们之后 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在里面啥也不是 只知道投机 然后让我意识到做事的重要性 于是多方面的原因就有了现在这个频道 那我是在21年的8月份开始做的频道 在8月之前的辞职的那段时间 我也是在歇着 也是处于迷茫的状态吧 好的那么这就是关于一年前的我还有一些我经历的事情 那么下面是我的4月的阅读总结 实际上4月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你可以在频道上看到我的一些动态 跟了几个视频这样子的 或者是你可以在我的社群里看到我的一些分享 比如说我在月初的时候尝试加入到一些组织里 然后类似上班一样做一些事情 后面觉得不合适就退出了 或者是完全错过了一些优质的NFT 然后进行的一些反思都可以在我的社群里面看到 所以4月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分享一些4月我读的书 分别就是《思域资产》这本书是推荐的 但是没有读完 《活法》 《道圣和夫》读完了 然后《钱从哪里来》 《相帅老师》的读完了 然后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正在读 还觉得还很好笑 还有一本就是加了一个财商教育的社群 然后他送了一本书 是教你做二房东的书 然后也是快速的把它给读完了 好的 那么4月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个月不见不散